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Coding迪士尼 这一节我们看一道难度比较大的算法题 它的题目是这样的 我们给定一个数组A 要求你在这个数组中找到这个数组的终点 所谓数组的终点就是指在数组中处于中间大的那一个元素 也就是说找到这个元素之后 在所有数组中有一半元素比它小 有一半的元素比它大 那么我们看一下给定的数组是A 是这一个情况的话 那么在这里面它的这个终点呢 一半就是10 那么是10的话 那么它的重点可以认为是10 10的话那么分配起来的话 那么10它的终点呢 比前面的以这个10为边界的话 所有这个元素中比10小的元素 跟所有这个比10大的元素呢 它们是相等的 所以这个数组的终点是10 那么题目的要求是找到离终点最近的k个数组成的这个成员 形成了一个集合 我们看一下如果k等于5的话 那么我们就要找到整个数组中距离这个终点10最近的总共5个数值 那么距离终点10最近的话 一个是终点10它本身 因为它本身距离它自己的这个 它本身距离它自己的这个长度是0 所以这个10包括在里面 那么k等于5的话 剩下的我们要找到两个距离它距离 找到四个距离它这个离它最近的其他四个元素 那么从这个数组中来看的话 距离它最近的四个元素分别是7和14 另外两个是12和11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得到的这五个数呢 就是这个距离终点10最近的k个元素 那么我们的题目就是这样 给定一个这样的数组 让你找出这个距离终点10为距离最近的k个元素 OK那么并且呢要求我们这个算法的复杂度是ON 那么这个难度主要是处于这个算法ON之上 那么假定我们要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如果没有这个时间复杂度 这个线性时间复杂度的话 我们要处理起来其实并不难 只要把整个数组进行排序之后 然后看一下主要从这个找到它的终点 然后再看一下相应的这个元素离这个终点的距离 然后找出最近的这几个就可以了 但现在问题是你任何排序算法的话 它的复杂度最好都是这个 是这个N乘以logN 难以满足这个ON的这个算法的要求 所以这个这道题的难度主要是在这里面 那么由于这道题的难度比较大 在整个的这个算法面试中 出现的概率应该会比较小 如果出现的话 那么这样的题目往往会面用来面试一个这个项目经理等 在技术上成绩比较高的一个职位 如果你真的能够在这个一个小时之内 找到这道题的算法 并且给出比较好的代码实现的话 那么在这个BAT公司里面做一个 有一定地位的一个技术经理 我觉得应该是问题不大的 OK那么由于它难度比较大 我们就直接往下直接分析就可以了 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需要分两步骤 第一部分呢 是找到一个算法 使得它能够在ON的时间内 找到这个数组的终点 大家看这里面这个数组的终点是10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办法呢 把这个10给找出来 并且是一个ON的这个线性长度 那么找到这个10之后呢 后面的这个步骤呢 也不大好想 不过是有了这个终点之后 处理起来就要方便一点 找到终点之后呢 我们为了找到这个 假设这个终点是M 那么我们就把四组中前K个元素呢 计算你这个终点M的距离 实际上也就是计算这个前K个元素 你这个终点元素的这个差值的绝对值 就成为它们的距离 那么这个距离呢 把这K个元素与终点的距离呢 构建成一个大堆 大家看前面有K个节点 我们算出K个这个D 这个距离D的值 然后把它这个K个值呢 构建成一个大堆 那么接着在剩下的N-K个元素中呢 我们着次计算这剩下的N-K个元素 以这个终点M的这个距离 如果这个M的距离 大于这个大堆所生成的这个最大值的话 那么我们就忽略这个元素 如果当前这个N-K个元素中 它以这个终点M的距离小于这个大堆 给出的最大值的话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大堆中的这个最大值给去掉 然后把当前的这个距离呢 这个点的距离呢 加入到这个大堆中 那么完成所有的步骤之后呢 这个大堆中所有的元素呢 就是距离终点呢 最近的这个K个值 OK 大家可以再回头再去 仔细思考一下第二步 那么也就是说 当我们有了第一步完成了之后 要实现第二步的话 只不过就是构建一个大堆 这给我们前面几节 反复讲述的内容是大同小异的 那么我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呢 主要是在这里面 如何找到一个算法 使得它能够在这个ON的时间段内 去找到这个数组的终点 实际上呢 找到了第一步办法之后呢 整个问题就解决了 因为当前确实存在一种算法 使得它能够让我们在这个线性的时间内 找到这个数组中任意位置的一个点 比如说终点呢 是中间大的这个点 那么我想找到第零大 第一大 第二大 第三大的这个数值呢 我们都可以通过同一个算法 在一个线性的时间内找出来 OK 大家看对一个数组来说 我们找它的最大值和最小值是很容易的 便利一次就可以了 但是你要找到这个导数第三大的值 比如说导数第三大的值 或者说是前数第三小的值 那么前数第三小的值应该是 如果前数最第零小的值是二 第一小的值是三 第二小的值是四 那么第三小的值应该是七 所以你要找到前数第三小的值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你要在线性时间内 如果你不排序的话 是很难找到的 但确实就有这样的一个算法 所以这个算法呢 是我们本节的重点 如果我们能够根据这个算法 找到一个任意位置 也就是任意第几小的一个值 那么这个问题解决就很容易了 那么假设我们有N个元素的话 那么终点呢 就是第2分之N小的一个元素 那么只要我们找到这个 只要我们找到前面的这个2分之N减去2分之K大的元素 然后再找到这个2分之N加2分之K大的元素 找到这两个元素之后 再便利一个数组 把处于这两个元素中的元素呢 集合起来 那么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我们这一节呢 要详细的去分析一下 如何实现第一步 也就是如何在一个线性的时间内 找到第N小的这个元素值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数组的这个 这个算法的步骤是怎么做的 它是这样子的 首先呢 我们要想在这个ON的时间内 在数组中找到第I大的元素 或找到第I小的元素呢 我们的算法步骤可以这样 第一步呢 是把N个元素分成若干个小组 每个小组有5个元素 大家注意每个小组有5个元素 那么这样的话 所有的小组数也就是能够分成多少个组呢 由于每个组是5个元素 所以能够分成的组数是N除以5 那么然后对每一个小组中的5个元素进行排序 找到它们的终点 大家看这一步由于小组中只有5个元素 那么我们完全可以用冒泡排序法 把这5个元素排序之后 找到它们的终点 那么找到终点之后呢 把所有小组的终点集合在一起 形成一个集合 然后在地规的运用该 地规的运用当前这个算法 去找到所有终点中的终点 那么假设这个终点中的终点是X 那么第四步呢 就把这个终点中的终点呢 让这个数组分成两部分 把所有小于这个X的元素放在X的左边 把所有大于X的元素放在X的右边 如果我们发现有这个X的左边 有K减一个元素 也就是数组中有K减一个成员比这个X小 那么我们可以 那么这个X呢 就是DK小的元素 那么在X的右边呢 就有N减K元素 这N减K元素就会比这个X要大 如果我们要找的这个位置呢 比如说我们要找的是Di大的元素 或Di小的元素呢 这个I正好等于K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X返回就可以了 如果这个I小于K 那就表明我们要找的元素 在这个X左边的这些元素集合里面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算法呢 D规的运用到这个X左边的这些元素上 如果这个I大于K的话 就表明我们要找的这个元素呢 这个Di大的元素呢 或者说给定了Di小的元素呢 就会处于这个X右边的集合中 我们再把当前的算法 D规的运用到X右边集合的元素中就可以了 只不过运用的时候呢 我们在右边的元素中呢 找的这个元素是Di减K大的元素 大家注意看下Di减K大的元素 或者Di减K小的元素 这个道理应该是一致的 那么所以这个在右边找的时候呢 这个X找的这个元素的这个位置呢 需要做一个简单的变化 OK 这就是整个算法的基本步骤 这个算法实现起来还是有点复杂的 那么接下来大家跟我一起看一看 如何去实现这个算法 在这个算法之中呢 大家看我们实现在整个这个 整个这个 KEEP类里面 这里面我们用一个这个SELECT 来去这个 去从这个数主A中去查找Di小的元素 我们去找Di小的元素 那么进来的时候 如果当前的数主元素只有一个元素 那么Di小的元素肯定就是它本身 我们直接把D这个元素返回就可以了 那么如果不是的话 我们首先在这里面呢 就要执行步骤一 那么这里的代码执行的是步骤一 也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数主呢 分成五个一个小组 分成这个若干个小组 每个小组有五个元素 所以在这里面这个Y里面呢 就是在对这个元素进行分组 每一个小组呢 放到这个数主ARR里面 然后把所有的小组呢 都放到这个 对列几何里面去 所以这是第一步 把所有的元素以五个为主 分成若干个小组 第二步呢 对每一个小组中的元素排序 然后取出排序后的终点 大家看在这里面 我们从这个分组中的 这个对列中取出每一个分组 然后用这一个ARROW 去排序一下每个小分组 在这里面呢 每一个小分组 它的元素最多是五个 所以这里面这个排序呢 实际上是一个线性的复杂度 因为我们只排五个 五个元素的一个数组 所以它的时间是固定的 然后通过这个 拿通过这个 因为它已经排好序了 我们从中度 这个数组长度中的一半 找到这个元素呢 就是当前小组的终点 那么我们把所有分组的这个终点呢 全部放到这个medium的这个数组里面去 OK 然后第三步呢 我们要递归的去查找这个终点中的终点 大家看终点的所有集合放在这个 放在这一个这个数组中 那么终点的终点呢 我就要找到第2分之N小的这个元素 因为这个Lens是这个数组里面的元素的个数 那么处于一半 我就去找这个终点 所以我是在递归的去查找这个终点 大家不注意看 我是在递归的去查找这个终点 第四步呢 找到这个终点之后呢 我们第四步要把元素组中 所有小于X的元素放在左边 所有把这个X大的元素放在右边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就先生成一个新的同样大小的数组 然后便利一下这个便利一下元素组 如果我们分别用两个指针 分别指向这个数组的开头和这个数组的结尾 然后便利一下整个数组 如果这个数组当前的元素比这个X小呢 我们就放在这个BGAN所指向的地方 如果当前的元素比X大呢 我们就放在这个N所指向的位置 这样的话 放在BGAN的位置之后 BGAN加加 那么这个BGAN就从前往后走 这个N是从后往前走 那么当它便利完所有的位置之后呢 这个所有比X大的元素呢 都会放在这个BGAN经过的位置 所有比X小的元素呢 都会放在这个BGAN所经过的位置 所有比这个X大的元素呢 都会放在比这个N经过的位置 这样的话 由于这个N呢 是从后面往前走 这个BGAN呢 是从前面往后走 所以这个N呢 始终是比这个BGAN要大的 这就意味着这一个循环下来之后呢 所有比X大的元素呢 都会在这个所有比X小的元素的后面 最后我们在这个中间这里 把这个X放到这个中间的位置 那么这样的话 BGAN前面的所有元素呢 都比X小 那么N 那么从X后面开始呢 X后面这些元素呢 都是这个N经过的元素 所以X后面的元素呢 都会比这个N要大 好 那么有了这个第四步之后 我们要执行第五步 首先判断一下 我们当前的这个要求的 这个DI小的值 是不是正好跟我们这个X是对应的 这个BGAN呢 是当前这个X的位置 所以我们找到这个I呢 如果跟这个BGAN是对应的话 我们直接返回这个X就可以了 如果不是的话 如果这个I呢 比这个BGAN小 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找的这个元素呢 在X的前半部分 也就是这个 所以呢 我们就把这个数主的前半部分 拷贝一份放过来 然后在D规的去查找 在前半部分中去查找DI小的元素 如果这个I比这个BGAN大 也就是说这个I的这个值 这个位置呢 比当前这个X的位置还要靠右 那么我们就要把这个X后面的元素拷贝出来 形成一个这个数主 然后D规的去查找这一个相应的这个元素 那么这里就是第五步 大家看 在这里就是第五步 OK 接下来的话 我们去调试起来 看一看这个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在我们下面的这个代码里面呢 大家看 在这里面我们给定了一个这个数主 七四 是这个十十四 和这个 它这个数主 大家看 排好去之后是二三四七十十一十二十四二十九 那么我要找第八小的值 第八小的值是最后一个最大值 第零小的值是二 因为是最小的一个值嘛 第零小的值是二 那么第八小的值呢 是二十九 是最大的这个值 所以如果我们在这里面这个selectA8出后得到的这个Y值呢 应该是得到正确的这个算法 如果十四的话应该得到的是二十九 最后呢 我们会有一个循环 从第零小的开始 先找第零小的 然后找第一小的 然后找第二小的 如果我们的算法正确的话 我们应该会把这个数主A呢 由它的这个排序的这个次序呢 顺序的把元素给打印出来 好 我们就在这里面看一下 我们找第八小的元素的时候 我们是找到去这个算法是怎么运行的 我们把这个调试起来 好 进来之后 我们首先进来之后 我们要走的是这个第一步 第一步的话是把这个数主先分成五个元素一组 分成若干组 好 那么到这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走完第一步 它就分成了若干组 大家在这里面 这个小组就分成了两部分 因为我们只有八个元 有九个元素 所以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分成了这个 有九个元素就分成了两组 第一组有五个元素 第二组有四个元素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对每一组进行排序之后呢 就去找排序后每一个小组的终点 大家看 OK 第一次我们排好序之后 大家看 第一次我们排好序之后呢 这个已经是二七十十二十四 它是排好序的了 所以第一个的终点是十 OK 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第二次 第二次排好序之后呢 后半部排好序的节点值呢 是三四十一二十九 所以它的终点呢 我们取十一 那么下来之后呢 大家看这个终点的集合是十和十一 我们把两个小组的这个终点拿出来 形成了一个集合 OK 然后呢 我们去在这个终点中 去查找终点终点 由于我们这个终点终点 只有两个元素是十和十一 那么我们默认拿后面这个值 作为它的终点 因为拿前一个也可以 拿后一个也可以 这个问题不大 所以这个终点呢 由于是偶数情况下 我们可以取任何一个 我们取后面一个也行 好 然后呢 我们就往下找 通过这个degrease的line呢 去查找这个终点的终点 我们看一下 那么这个OK 出来之后 大家看这个终点的终点 在这里面这个终点的终点 出来之后 大家看是十一 原来我们在这里呢 这个原来这个终点是十和十一 那么现在我们查出来 这个终点的终点 得到的这个x值是十一 那么得到十一之后呢 在这一步 大家看 在这一步的时候呢 我们要根据这个终点的十一呢 把这个数据分成两部分 OK 大家看 这里面呢 由于我们是D规调用 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终点的集合 传进来的时候 所以这个a就是十和十一 这是因为我们D规调用进来的 刚才我们在这里设了个断点 所以D规调用的时候就走到了这里来 OK 我们出去一下 好 我们往下走 假设一开始 我们在这里面传入的是十和十一 D规的去查到他们的终点 我们下来了之后呢 大家看 找到的这个终点呢 是十一 OK 找到的这个终点是十一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当前的这个数值是这么多 这样的话 我们就要根据这个十一 把这个数组分成两部分 前十一前面的元素呢 都要比十一小 十一后面的元素呢 都要比十一大 那么下面这一步呢 就是要做这个划分 我们直接把这个断点设过来看一下 OK 直接走到了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个划分 大家看 前面我们把这个a呢 划分成两部分 前面这一部分呢 七十二三四呢 都比十一小 后面这部分呢 二十九十二十四呢 都比十一大 OK 那么接下来呢 十一的位置是在这个began 再看十一的位置是五 也就是说 十一这个元素呢 在整个数组中是第五小的元素 现在呢 我们要找的是第八小的元素 大家看 我们要找的是第八小的元素 找第八小的元素的话 那么按照道理的话 我们要进入这边来 所以 OK 我们要进来 那么我们要找的元素呢 是在这个十一的后半部分 大家看 找到十一的后半部分 那么十一是第五小的元素 第八小的元素呢 是在后半部分的这个 在后半部分呢 是第三小 大家看 后半部分的这一个数组呢 它应该是第三小的元素 第三小的元素的话 那么就应该是这个二十九 那么 所以我们就把后面这一部分的这个元素呢 拷贝一份 拷贝出来 大家看 在这里面把这个后半部分的元素给拷贝出来 然后在这个元素里面呢 去找这个第二小 这个第三小的元素 那么第三小我们算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数组是从零开始的 所以这里面我们要去select的时候 然后要select这个第二 由第三小的元素的话 是排位在第三个 那么在数组中的下标是下标是二 所以在这里面呢 我们算出来是这个 i4 8 再减去bgain 是5 再减去个1 那也就是说 在这一个数组里面去找第二小的元素 那么就是这个可以得到的就是二十九了 然后我们恢复出来看一下 我们再走 然后这样的话经过所有的元素 那么这个地归呢 我们就不再走了 我们直接出来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个值 大家看一下 这个第八小的值正好是二十九 也就是我们要 因为里面总共有二十九 有九个元素 所以排在第八小的元素 应该就是二十九 就是最大的一个 因为有九个元素 下标从零开始 所以第八小的位置的话 应该就是二十九 OK 那么按照这里面 我们在实验下 如果我们的这个算法正确的话 我们分别找第零小 第一小 第二小 第三小的话 这些元素打印出来的时候 应该是使了整个数组 按照一个这个升序的方式排列的 所以我们再看一下 执行起来看一下 大家看第零小的值是二 我们直接去到这个断点 然后旁边 大家看 第零小的元素是二 第一小的元素是三 那么一直往下走 是这个按照升序排列的 那么这样的话 也就表明了我们这个select实现呢 查找给定了第i小的元素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算法实现呢 应该是正确的 因为我们查第零小 第一小 第二小 一直查到最后一个小的时候 所有的元素都是这个升序排列的 所以我们查找这个对应的这个位置的这个元素 那么应该是正确的 也就是我们算法的实现是正确的 同时这个算法运行的结果呢 也表明算法的理论是正确的 OK 那么这个算法是正确的话 接下来就是要看 大家看在这里面呢 整个算法里面呢 有好几次是这个需要地归的 大家看在这里面有好几次是需要地归的 那么有地归存在的话 对这个算法的分析呢 就比较复杂了 大家看这里地归一次 然后在这里面呢 在这里面呢 又得地归一次 因为地归里面又有这种循环 所以我们要证明它是 整个算法是个线性的 是需要仔细分析一下的 那么整个分析呢 比较复杂 我们就不做一个详细的分析 只给大家大概的讲解一下 为什么它是线性的 大家看一下这个图啊 我们刚才说第三步的时候呢 在这一步的时候呢 我们要找到所有终点的终点 假设我们这里面 这个X呢 找到了就是中间白色的点呢 是所有分组的终点 那么中间白色的这个X呢 就是所有终点的终点了 那么大家注意看 我们这个把所有的元素 分成了五个一组 那么如果所有的元素 不能够整除五的话 那么最后一组 肯定是不足五个的 对吧 肯定是不足五个的 那么大家看 在这里面终点的终点的话 在右下角这个阴影部分呢 阴影部分里面的这些节点呢 肯定是比这个X的值要 X所指向的这一点要大的 但是呢 在这个阴影部分呢 由于最后一组 它可能不到 它可能不能满足是五个元素 所以这里面呢 所以在下面呢 比它这一组里面 最后一组里面 比这个X点要大的这个元素呢 可能不足三个 大家看中间这两组 由于正好是五个点 所以比这个X大的点呢 这里面正好有三个 一二三 一二三 但是最后一组呢 由于它不一定能够凑足五个元素 所以比X值大的点呢 不足三个 那么不足三个的点 还包括这个X所在的这一组 大家看 X给它所在的这一组 只有两个点比X大 所以我们算下来呢 那么总共从后面这里面呢 我们分成的主数是n除以五 对吧 那么后面 从X终点这里面 后面这个主数呢 是 是n除以五的 四二分之一 乘以n除以五 对吧 n除以五是这个所有的主数 那么比这个 处于这个终点的终点 后面的主数呢 是二分之一 乘以n除以五 乘以n除以五 有这么多个组 但是这么多个组中 能够比它大的 这个 能够有三个元素 能够比它大的 必须减掉 X所在的这一组 和最后这一组 那么算下来的话 我们一算下来的话 在下半步中 所有比这个 X值大的节点呢 至少有这么多个 大家看 算起来 至少有这么多个 这个减二呢 大家注意 最后一组要减掉 因为最后一组 这最后一组 可能凑不足五个元素 所以最后一组 能够比X大的节点呢 可能不到三 同时呢 在X所在的这一组呢 比X大的值呢 只能下面是这两个点 只能是下面这两个点 所以X所在的这一组呢 比X这个点大的元素呢 也不超过三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要减掉二 那么其他的组呢 都有三个元素 是比这个X大的 所以算下来的话 我们总共有这个 十分之三 N减六个元素 是比这个X大的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再用这个 总共有N个元素 用N减去 十分之三 N减六的话 得到的是 我们至少 我们最多有 十分之七N 加六个元素 是比这个X小的 对吧 那么在我们 第五步的这个执行中呢 大家看 第五步的执行中呢 在第五步的时候呢 我这个要不是在这个 X后面的元素 集合中去递归 要不就是在X前面的 这些比他小的元素中 去递归 如果我们要在这个 X的右边的元素 去递归的话 那么递归的元素 就只有是这个 十分之三N减六个元素 如果是在X前面的 去递归的话 我们要去递归处理的元素 是十分之七N 那也就是说 无论我第五步 在执行第五步的时候 无论我是在X的后半步 元素去递归 还是在前半步元素 去递归 递归的这个元素的数值呢 最多是原来的十分之七 最多是原来的十分之七 那么基于这个 基于这个 第五步呢 基于第五步的这个上线呢 我们最后分析出来 整个这个 算法的复杂度 是一个ON的复杂度 那么具体的这个运算呢 推理呢 由于它涉及到 很多数学的这个细节 我们就不做了 我们只要大概明白这一点 也就是说 每一次迭代的时候 每一次递归的时候 递归的这个元素 最多就是上一次递归的十分之七 那么第一次递归十分之七 第二次递归十分之七 这么一次算下去的话 那么最后就是 它的这个总和呢 就是这个 ON 那么实际上 大家算起来也很简单 因为我们每一次 要递归是十分之七的话 第一次是十分之七 那么第二次再算的话 是十分之七的这个平方 对吧 那么实际上是一个 这个等比数量 实际上是一个等比数量 十分之七的平方 然后这个一直往后加 那么由于这里面 这个只是小于一的 所以它所有这个等比数列求和的话 最后是有限的 最后是有限的 所以整个算下来呢 我们整个算法复杂度呢 就是一个线性的 所以在这里面呢 具体的这个算法 我们就不 具体的这个数学推导呢 我们就不做了 最后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这一个办法呢 它最终的复杂度就是ON而已 只不过最后算出来 这个ON它这个 尝数呢 有可能稍微大了一点 OK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 我们这一节呢 这个算法还是很有用的 也就是在线性的时间之内呢 找到一个元素中 DI大的元素 那么它 由于这个算法的时间是线性的 而且它能够帮我们找到DI大的元素呢 所以实际上它的实用性还是比较大的 五一的不足就是它实现起来比较困难 容易出错 所以大家拿到代码的时候 可以自己去尝试的调试一下 OK 这就是我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 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这个公众号 然后在我的公众号里面 大家可以及时的达到相关的技术资料 OK 欢迎大家来到这个Coding迪士尼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后续的内容 谢谢